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 请到两位专家 不同领域的专家 这样说好了 在我的左手边的是 我们的张院长 今天谢谢你宝贵的时间 今天来帮我们做介绍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 自己还有一点内疚 因为我的办公室就在对面 可是我对这边没有这么多了解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不知主管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以前是制烟工厂的女澡堂 也就是那么多的工人 他们要下班的时候来这里 把身体的这个味道洗掉以后才会这样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是办公室办读的时候 我有去过一个制造糖 就是就是sugar的一个工厂 然后呢我们下班了之后呢 我们离开了那个厂之后 就外面的那个空气跟湿气 一接触到呢 哇真的生到这边的糖浆哎 哦哦哦哦哦 那这边我觉得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澡堂 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所以以前那地方是没有澡堂 当然没有澡堂 就是回到家黏黏的 然后赶快回家洗澡啊 对啊 这个很贴心啊 哇 我还记得我去到那个法国grass那边 专门生产香水的嗯 对对那那边的工厂啊都没有澡堂 因为香味啊 对啊 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们进来好像是慢慢往上走 透过一个慢慢上升的步道 就让你对这个空间有一种感思 或者期待 那转换心情之后 来到我们不知知识馆的一个 D区 对对对 它是一个阶梯状的下凹的广场 像一个大的公共寓意识 对对对 那中间的舞台也可以做展览 可以做总秀 各种朋友都有 因为上次我们可以在这边办一个 那你就是DJ吗 对对 你DJ 然后我做一些现代舞 是谁 我可以 Modern dance 你还能说Guitar hero 我都Modern dance 我比较适合做Contemporary dance 那院长这边 这边的书是怎么样 Catalog 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找 在这里有 按照这个编码 我们可以找出来 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是让空间 让书 环绕在各类的空间里面 我们希望人 在每个空间里面 只有一种幸福 被书所环绕 那这个地区 就是以前的更义室 更义室 然后后面的话 是他们真正的澡团 是一个不规则的 半型的澡团 对对对 来到81年前 真正的泥澡团 泥澡团 因为它是古迹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钉 不能破坏 那蒸汽会往上走 那上面有个通风孔 不能钉 所以只能用吊罐 用手座的一个很大的圆的灯 用上百个钢索把它吊起 我们说很少可以看到空间 然后在台湾被利用的时候 是带有一种玩心 就是说我会宁可去 用很多的空间 去制造一种分文 那大部分的时候都说 我们怎么样去分分寸寸 我们都充分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里啊 反而它有一个鼓肌的限制 它让这个地方有一个呼吸感出现 所以这个很棒 如果你们真的是可以容纳一个DJ台在这里 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照在DJ 院长这样子说的话 我真的会过来 真的真的 我真的会过来 可是这里面的acoustics 我们来办一些有趣的活动 我们来办一些 比如像ambient的东西 AFX Twin 对对对对 那个可能不行 对对对 更重要的这个空间 它跟户外是有一个相对很好的一个关联 因为透过这个很老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户外 有非常美丽的花园 那以往这个花园是 没有任文的自灾的规范 荒烟漫茶 而且有词 那我们在这一次也希望 如果大家也打开 所以邀请到设计台中花园的 集团建筑师 书园 把外面的花园设计成一个 生态国家馆 那我们 院长我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吗 我带你这些 我刚才不知道外面还可以出来这边 对对对 所以设计师就是把室内抬高到 刚好窗台的高度 可以让大家打开窗户 直接可以找到花园 对对对对对 那花园 花园曼朝 对 那五书园 景团建筑师就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多元丰富的生态 对对对 太阳的这个角度哪边是比较阴的 对啊 哦 然后就保留耐阴的 绅 immortal 对对耐阴的 太阳比较多的地方 尤其在那个角落 它创造出需要多更多阳光 对对 我觉得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地方 通常我们就想说 一个地方可以好看 就好啊 但是这里面每一个都它背后存在的一个原因 它的概念就是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对对对 有个概念 你知道他们拍那部电影的时候 我还在现场 真的吗 那个camera如果往旁边拍一点点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拿一杯咖啡 在旁边这样 拍到你的话 你现在可能就 你是演员了 对呀 对 我现在已经是 哇 Oscar Crazy Rich Asian Crazy Rich Asian